分离是每一个人无可避免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没有人可以保证有一个人会一辈子陪伴着自己 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常常看到病人 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忽然摸到一颗冬季 或者是一次咽血化验就为他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他就要面对死亡 死亡带给人其中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分离 即使是精神科医生张建良 当挚爱离世的时候他也不能够自救 我半个身子已经爬了出去 并不是崩溃或是哭得很凄凉的那种 总之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 即使从很高处看下去 几乎一度失去明天的张建良 重新振作之后又要面对非典型肺炎的挑战 经历人生重重险境 多次要承受分离所带来的痛苦的他 今天为什么能够陪伴病人 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苦路 让他们知道分离背后依然可以拥有盼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学校跟家长老师分享抗毒的信息 因为毒品潮流进入了家庭 所以家长需要认识毒品的害处 帮助子女不要吸毒 大家或许不知道 新的毒品可以隐藏潜伏三至四年 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 他们的心灵特别敏锐 因为他们要清楚了解病人的身心状态 才能够做出最正确的治疗 当张建良发现青少年又嫩的心灵 被毒品蒙蔽之后 他很希望出一分力去帮助他们 吸毒是一个陷阱 像一个牢一样 他们每个人都拥有珍贵的灵魂 每个人都拥有 改变的机会 只是他们需要土壤 需要阳光和空气 让他们能够发芽生长 然后生命力改变 有时候张建良 能够陪伴死亡边缘的人逃出生天 但有时候 他又会眼见病人走上局路 再没有机会相见 对于见多了生离死别的他 其实从小就很希望参透生与死的玄机 我小学是在一所佛教学校念书 那里似乎给了我一个答案就是 人生有因果 有轮回 当时我很相信 当时的张建良 深信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 直到佛学师父患上重病 他才改变了看法 我问师父呢 有没有办法化解 可不可以离开这些轮回 那么我记得他说 有因必有果 唯有生生世世 去行善 最终会成佛 离开这个循环的轮回 我感受到一种很大的无奈 当他在为生死问题苦恼的时候 他遇到一群基督徒 开始阅读圣经 对于理性的他来说 里面的道理也同样未能够说服他 直到种种感性的经历 令他体会到弟兄姐妹的爱 于是愿意尝试相信 当时导师挑战说 若决志信主 就会有平安喜乐进入内心 我记得在一个下令营里 决定信主 整个晚上我开心地睡不着 为什么既不是考第一 也不是发生什么特别好的事情 总之是有一种 不能解说的平安喜乐 进入内心 是非常满足 相信上帝之后 张建良体会到种种崭新的感受 但对于从小所叩吻的生死问题 在念医以及行医的初期 他都还没有深切地领会 直到前期患病 他便彻彻底底上了生命教育的一课 我想我大约行医十年左右 当时前妻是一名护士 他是在癌症病房里工作的 后来发现他自己患有打肠癌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期了 之前他的体重是一百一十几磅 动了手术之后 又接受了化疗 在整整的两年的时间里 一直消瘦 而且受了很多苦 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只有七十九磅 几乎是饿死的 这整个由生到死的过程 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我记得他刚走的时候 我都没什么要求 特别的病假 几乎是一半完三十就去上班了 我还记得同事和朋友对我说 可能因为我是精神科医生 所以可以免疫 没事 但是我自己也以为已经完结了 或是觉得也好 他不再痛苦了 但是没想到 在他离开大约三个月左右 有一天自己突然失控了 我记得当时 只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 在他没走之前 他没去世之前 给了我一张处置的地铁票 地铁票 他说他以后都没机会用了 叫我选择最远的路程 把它用 在地铁的检票口 当车票被收去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这件事 当时就突然像一个 湿进的水猴一样 我站在地铁车站那里 在大厅广众面前痛哭 往后的日子 他试过用不吃东西 来经历前期患病后期 不能进食的痛苦 也曾经想过了结生命 结束这段漫长 而没有目的的日子 曾经有一晚 我住在22楼 我觉得自己的当时责任 已经完成了 甚至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还做了祷告 说神 我觉得我的使命已经完了 好像再也看不到下一步 有什么可做 那么我的半个身子 已经爬出去了 半个身子 并不是崩溃或是哭得很凄凉的那一种 总之 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 即使从高处看下去 但是张建良的使命并没有完结 有很多个明天依然等待着他去开展 大约在凌晨两点多 我的小狗走出来坐在我的脚边 当时有一个念头就是 如果我跳下去的话 我的狗便会饿死了 一定不会有人发现 我突然觉得狗是活生生的 没理由要它饿死 这样我就要爬回屋内 虽然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但患上抑郁症的张建良 依然要跟沉重的伤痛继续交战 只不过这场交战 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单打独斗 当时我的同学是医生 他是肿瘤科的医生 他特意在家做好菜 然后叫我去他家里吃饭 直到今日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 他碰见我之后 坚持利用午饭休息的时间 回家做一个蒸饭给我吃的 是油鸭笔蒸饭 一直到今天 我仍然觉得那是最美味的食物 因为那里有他的关怀 跟友情在里面 若不是神的安排 我身边有一些能甘苦与共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成为一个倾诉 一个支援 那么我相信 那个时候我是绝对熬不过去 在张建良口中 一份情一份爱 让他能够支撑下去 但当分离再次袭击他的时候 他可以如何面对 当日至亲癌症所带来的痛处 今天的他依然记得 但为什么他可以有勇气 开展照顾癌症病人的工作 让他们珍惜每一个明天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